鱼来作品 好的 我们继续来研读宗静录 我们往下看 这是宗静录的序文 人的这个根性啊 立顿各有不同 遇到了立根的人一点就通 就像孟子所说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那遇到顿根的呢 就没办法 要想学孔子好学不厌还做得到 要做到惠人不倦那就太难了 碰到顿根的人怎么不会火大呢 所以孔子那么伟大 这人的根性是怎么来的呢 这里又讲到了本体 说于一真如界中开三成五性 咱们一切众生的本体只有一个 比如说吧 咱们都知道要喝水 这个水都是一样的 水可以泡茶 可以煮酒 也可以做毒药 使用很广泛 但它的本体是水 本性是同一个的 我们要修到 就是返回成那个根本的本体 那个水 回到本性去 而不是找现象 但是人的妄念一动起来了 就像苍蝇在电风扇里面永远在转 转惯了 因为长跑短跑不同 所以分成了三成五性 五性指的是定性声闻 定性圆觉 还有定性菩萨 以及不定性 还有无性 这一共五个性 什么叫定性声闻呢 比如说有一些人 想给他菩萨当当 哄他 骗他 他就是喜欢玩小城呢 他就没办法接受大城 怎么叫定性圆觉呢 比如说我们所接触的一些人 一学佛了 变得任何人都不见了 最好是跑到山顶上住个毛棚 连鬼都不见 而事实上呢 你说不见 私会来找你 有一些人呢 属于定性菩萨 他定下来的根性 就是走菩萨路线的 就是走大城道的 你让他学小城 他也不干 他什么都想管 还忙得不得了 但不定性的也很多 比如墨子蒋染丝 碰到红的就变红 碰到黑的就变黑 再有一些呢 是稀里糊涂的 比不定性还差一等 那就像孔子所说 能使油脂 不能使脂脂 碰到无性这种人呢 那就只能使油脂 不能使脂脂了 让愚笨的人 去当那个具有第一流智慧的人 他会发抖 会把他吓死 你只能告诉他怎么做 而不要跟他讲道理了 在东方西方的文化哲学当中 首先提出人性平等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 但是佛提出来的这个平等 不是政治性上的平等 是形而上的那个本性的平等 那从形而下呢 一切作用升起之后就不平等了 三乘五性 那就各有不同了 或见空而证果 或了缘而入真 人一念空就证了果了 那什么是空呢 这是个大问题 一般人认为没有妄想 没有念头 那叫做空 这是错误到极点的 如果你硬要把思想和妄念压下去 你认为这样叫空 不到三个月脑袋就迟钝了 心里就干枯了 搞得什么都讨厌了 没有感情了 所以真正见空 而证果的这个空还很难见 即便证到了 也不过是小成而已 男老师曾经特别提出来 修白骨观 要证深空 不走这个路子 根本进不去那个空的境界 千万不要以为把念头压下去不动 那个叫空 宗嘎巴大师说过 如果那样叫无念的话 那个果报容易堕到畜生道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下一句说 或了缘而入真 这个是原诀 比如净土宗的廉池大师 他没出家之前 在家与太太的感情很好 有一天太太端来了茶 他却一不小心把最喜爱的玉杯打破了 这一下他忽然感觉到了 什么妻子啊 玉杯啊 再好都要分手的 所以他才出家了 后来成为一代大师 像这一类呢 就是因缘绝而来 大成道的修持法 一个人修行 要经过三大阿僧奇节 要经过无量节的训练 才能慢慢地形成菩萨心肠 一般讲行愿 其实愿想起来容易 很容易想 但真正要做要行 却是一个大问题 处处都想为我 处处都为自己 这个行门还差得太远 没有一点行为够得上 是在学菩萨行 世上凡是讲修行的人 往往是第一等自私的人 我们是不是常听到这样的话呀 不要吵 我在打坐修行呢 我打坐呢 不要吵我 我在修道呢 你要供养我 供养我了之后 我修好了再来度化你 这其实都是第一等的 自私的心理 真正的大愿谈何容易呀 我们要随时检查 自己的心理行为 像我们朗朗上口的 四红世红世约 改变自己 一位打打坐 一位打打坐 讲几句幽默的话 那都成了禅学了 春天到了 池塘里的青蛙扑通一声跳下去 就是这样 这就是外国人讲禅 顿悟了 是这个吗 不是的 顿悟那要行道 礼道 功夫道了 大菩萨慈悲力士的行为 也要做到 这才能够达到 真正顿悟的境界 不是你耍耍嘴皮子 你觉得自己很会说 给别人讲几句幽默的小段子 这个就叫顿悟了 你到短视频平台上 现在看起来有很多人 也把这个糖妆 往身上一套 套上了糖妆 讲几句俏皮话 讲两个小故事 别人就认为他已经开悟了 那个不是禅 达摩祖师讲禅宗 有两个入 那就是礼和行 礼入与行入 行入最重要 达摩祖师对后世的预言说 明道者多 行道者少 说理者多 通理者少 顿悟不是玩嘴巴 要注重在世上做行 思则克正有意 一性非输 因成凡胜之名 似分真俗之相 这三成五性分别清楚了 重点呢 在所正道的 有意 但本体上还是一样的 只有在作用上 和方便上有差别 凡夫和圣人 在根本道体上 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什么不同 这句话讲到了严重的问题了 前面说人人都有道 那为什么咱们凡夫见不到呢 因为一念迷掉了 产生了三成五性不同的根器 虽然众生和圣人都不一样 但形而上的本体还是一样的 现在由本体来 所谓言下顿悟 悟道是什么样呢 真正的佛法 那叫穷威 怎么穷威啊 追究它根本的所在 研究到佛法的根本宗旨 完全搞通了 是空的 根本性离 一切性离 为时学讲诸法无自性 心悟都属于法的观念当中 而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 没有自己的自性 这个无自性 与明心见性的那个性 是不同的 但有些人搞错了 一看呢 说这个诸法无自性 认为佛法讲无自性 然后又讲明心见性 这是真常违心论 错了 那是外道之见 把诸法无自性 变成了唯物论 那是断见 认为人死了就没了 人死如灯灭 诸法无自性 既然诸法无自性 你又明心见性 找见什么自性呢 这个见解是很错误的 而很多人 这个思想目前还很流行 这个毛病大家都看不到 因为这个性 此性非彼性 换言之 讲诸法无自性 是在提倡唯物思想 纵使无义 却未入此偏见中 就把佛法解释错了 在这里永明言寿禅师呢 他就不用无自性 他讲叫性离 在逻辑上 使天地相隔 这个很妙 无自性是主观的 在逻辑辩证法上 是拿开它 与断见一样 是拿开它 性离呢 是承认了有性 自己离开的 客观的 你搞清楚了这些思想 那大家修正佛法 那这很关键的 这个这些知识点 现在就讲到了 形而上道体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讲 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 见的是什么性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 如来本性 一切众生自己的本性 若欲穷威动本 纠止通宗 则根本性离 必尽寂灭 绝生辰之意 无妇托之诛 最高的道体 是什么样呢 是根本性离 必尽寂灭的 寂灭是中国的文字 梵文的原意呢 是涅槃 用中文翻译呢 叫寂灭 另有一种翻译 叫原济 圆满的寂灭 那这些翻译 是不是完全的是 涅槃的本意呢 还不是的 因为翻译成了 这个寂灭与原济 在中国文化 尤其是佛学观点上 就形成了一个 很大的误解 这里面带了一个寂 带了一个灭 像咱们小的时候 看一些这个电视剧 就说某某和尚 原济了 大家就觉得这个计呀 是寂寞 灭呢 是消灭 死的东西 什么都没了 一般人学佛 认为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空 才是究竟 这个在观念上 首先就犯了 最大的错误 但是为什么 要那么翻译呢 在中国文字当中 也只有这几个字最好 最能代表了 清静的一面 实际上涅槃呢 它包括了 常乐我敬 这四个含义 常 经常 乐 快乐 我 找到真我 敬 是绝对清静 所以涅槃呢 它是圆满的 是清静的 是乐的 而且是真乐 是真常之乐 它绝对不是悲观的 它不是令人悲伤的 也不是死的 可是一翻译成 原济济灭 就容易让人 错误的理解 所以后世 就把涅槃 认为是一种 消极的思想 这是犯了严重错误的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再转回来 看宗静录 讲到了 形而上的道体 根本性离异 必尽即灭 这叫一字千金 中国文字 要用文学技巧 来写 绝对逻辑性 科学性的东西 很难写得美 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把科学的书 文学化 很难 维实呢 讲这个诸法 无字性 这是维实宗的重点 通常 般若宗 讲一切皆空 一般人 往往把空 跟绝对没有 联系在一起 比如说 这里有一张纸 我们把纸 烧掉 没有了 你认为这是空 这个空就是佛学上所讲的断见 唯物思想哲学也有这个毛病 认为人死如灯灭 一切过去了 像灯熄灭了 没有了 把佛学的空 与断见 配合上了 这是观念错误 所以后世的维实学家 认为空这个名词容易引起错误的理解 于是用另一个名词叫诸法无字性 那么到了唐代 玄奘法师翻译经典 在中国又引出了一个偏差 因为禅宗以中国文化的观念 标榜明心见性 为什么搞出这么一个词呢 明心见性呢 性和情这两个字 在中国文化的根基非常久 周朝的文化 礼记上就提到过性与情 所以佛法传到了中国翻译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采用了中国文化本来有的这个名词 比如众生 众生这个词出自庄子 功德这个词出自上书 咱们现在都叫自己叫居士 居士呢 这个词出自于礼记 佛经翻译呢 采的诸子百家的名词是非常多的 因为翻译嘛 采用不同的文字 必须用它原有的文化 已经使用习惯的名词 才让人更容易了解 所以禅宗提出明心见性 这是根据中国文化本身的道理来说明的 然而以后世整个佛学来讲 用这四个字毛病也出得很大 佛经上经常提到心 一说心这个界限分不清楚了 心代表的意思很多呀 有的时候把思想叫心 把讲话的情绪叫心 把大脑想的也叫心 其实有的时候佛经上讲心这个字 代表超越思想 超越分别 超越意识情绪以外的那个本体的作用 全体的心物一元也用心来代表了 所以佛经中上下两句话 前一句也说了心 下一句也用到心 可能上下两个心字用的 这个含义都不一样 不在这些上面下功夫 后世很容易混淆 产生很大的毛病 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就知道了 禅宗讲明心见性是一个代号 然而呢 自这个玄奘法师翻译为时学诸法无字性以后 中国佛学思想也发生了争论的问题 你讲一切无字性 禅宗却说可以明心见性 那不是这个错了就是那个错了 究竟谁错了呢 有人认为 禅宗讲明心见性 是有一个东西可见 有一个心可明 那这个就已经不是佛法了 这和印度婆罗门教那个真常唯心论一派相同了 所以种种错误观念就生出来了 如果你仔细地研究了唯实学法相学 就能了解到 玄奘法师翻译的诸法无字性 指的是一切形而下的 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它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根本性质 比如说粉笔 比如说这个人民币 手卷 这个都是语法当中的一个法 注意啊 咱们给这个物体起了一个名字 这是一个代号 我们跟猫叫猫 我们跟桌子叫桌子 桌子是一个代号 手卷 水壶 麦克风 这些都是一个语法当中的代号 它没有字性 比如说吧 你把手卷分析出来呢 它有棉线 有纱 有化学纤维 有人工染色等等 你每样把它分开 手帕没有字体存在 是各种元素 各种因缘凑合起来的 偶然的暂时的构成了这么一个东西 而给它起的这个名词 这个名字也是一个代号 是假的 我们给它起名叫手卷 它叫手卷 给它起名叫阿狗 它现在就叫阿狗 所以名字没有字性 形而下的诸法 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性能 不能永恒存在 一切无常都要变化 所以说诸法无字性 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有的人呢 就会抓住鸡毛当令箭 谈空说有都用错了 说为时学讲诸法无字性 哪里有个明心见性的性可见呢 认为这个是外道了 所谓外道内道 是代表分界的分号错了的 丁个牌子归到另一个范围叫外道 在这个范围里面对的叫内道 那实际上对不对呢 诸法无字性 对形而下的事物而言是对的 对形而上呢 为时又建立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阿赖耶时转入真如 另外定了一个名称叫真如 八十新王给它转化了 转完了绝对的进化了 进化到涅槃那个层次的清净 那个东西也叫真如 我们来翻译翻译什么叫真如 真如这个词翻译很美 见了道叫真如 翻译得很好 其他的都是假的 只有这个东西是真的 但如果把真如给它 这两个字倒过来念呢 它叫如真 如真叫好像是真的 我们经常提醒大家注意 佛法有一句话叫如如不动 一般人看到认为不要动 别动就是佛了 其实连文字都读错了 如如不动 好像没有动 中文翻译得很好 实际上动而不动 不动之动 为之如如不动 我们说建立真如 建道的道体叫真如 为时有一派学者 根本不建立真如 把第八阿赖耶识进化了 就是道 宗静禄谈到道体 他的自信根本是离开你 不是你离开他 换句话说 大家想要求一个空 一般人打坐都想空念头 很多人问我怎么空 我告诉他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是念头来空你 不是你空他 根本性离 是自信离开你 不是你离开他 比如说吧 我们八点坐在这里 大家检查一下 刚刚进入直播间 第一次的那个念头和思想 现在还有没有呢 他早就跑掉了 你刚进直播间的时候 那第一个念头 现在还在吗 现在没了 早就跑掉了 你空他干嘛呢 你不用空他 他自己就跑了 根本性离 是他离开你 空也是他来空你 不是你去空他 佛法叫你认到自信空 是认清了根本性离你 不是你在离他 这也就是楞严经里所说的 集一切相 离一切法 两句话就说完了 自信本体 由体启用 由用归体 手里面拿着一根粉笔 写在黑板上的这个东西 你跟他叫粉笔也行 叫钢笔也罢 反正是一个东西 你第一眼看到他了 第二眼显永远停留在上面 不可能 他早就过去了 集一切相 这是一个现象 离一切法 他本来就走开 空开 自信本来如此 集一切相 就是本体启用 离一切法 又是回归了本体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根本自信离 自信是本空的 不是你去空他 在这里呢 我再提一嘴 现在有很多人 总是抓住一句禅宗的话 或者一句金刚经理的话 抓住鸡毛当令箭 实际上自己在学理上是不通的 然后抓一句话到处去教导别人 我以前跟大家提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吧 禅宗有一句话 叫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于是有的人呢 他自己不想研读佛经 不想学经典 然后他就会跟别人讲 你学那个没用 你不要去乱学 你学 你学错了 你学乱了 要不立文字 禅宗都告诉你了 你不要执着于这些文字吗 有的人一听好像乍一听还挺有道理的 但是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禅宗的确是说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因为文字属于是形而下的这个物体 文字是一种法 这个法本身怎么样 刚才咱们讲了 形而下的任何法都是没有自性的 你立文字不立文字 它不影响这个道 那得是你正道了 你正道了形而上的了 你了解了本体了 然后你肯定说形而下的都是假的 可是你没正道呢 没正道这个形而下的佛经啊 文字啊 你还真得抓住它 它就像是帮助你过河的船 你得过了河了 你才能说船没用 没过河的人要牢牢抓住这个船 不然的话你过不去 然后有人又说了 说那于老师啊 你讲这个 你怎么知道他没过河呢 他肯定没过河呀 他要是过了河了 他就不会对你这个没过河的人告诉你不立文字呀 因为真过了河的人 他清楚没过河的人需要船 他就不能告诉那些没过河的人把船丢掉 那他给你讲 就算他是过了河的人 你还是没过河的人呢 他不能让你丢船呢 所以说明什么呀 他也没过河 一堆没过河的人在这里讨论 要先把船丢掉 你说是不是一堆傻瓜 所以咱们看佛经 他有可能前一个字上面讲的这个性字 或者心字 下一句或者其他经典 讲的性字或者情字或者心字 它不是一个含义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有的时候这一句话 是教导已经 已经修行到很高标准的人了 那句话是给他讲的 那对于你这个呢 还不够 你还不够就得对你讲方便法 我再给大家举例子 比如说是否吃肉的问题 我总跟大家说 我说吃肉吃素啊 对于在家人来讲 并没有一个严格的限制 大家先随缘就可以了 有的人就会专门跑过来和我辩论 某某经典上讲了 食众生肉 不慈悲 不可能成就 有没有这个话呢 他说的还真对 真的有这个话 佛经上的确有 但是那个 是对初学者讲的吗 那个是对一切在家人讲的吗 那个呀 是对更高级别的 已经修正到啊 快要达到罗汉这个果位了 已经达到很高修正层次的人 对他说的 你对所有初学的人都这么讲 先下退了一堆人 佛法呢 叫广开方便之门 那佛陀教育学生 他也有不同层次的 对不同层次的人讲的法是不一样的 我呢 在这里直播 谁都能进得来 我一定讲最容易普罗大众接受的这个法 让更多的人都能先进门 等到他修学达到了一定程度了 你给他肉 他都不想吃 有了慈悲心 通过修学智慧增长了 慈悲心培养起来了 他能自然的做到 不需要你吓唬他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问题 关键就在这里了 你说一切法无自性 这个是形而下的 是对形而下的一切法说的 而明心见性见到的呢 那个性呢 那是形而上的道体 见的是形而上的根本字体 所以他们两个并不矛盾 一个讲的是形而下的 世间法上的一切法 他无自性 那根本道体 那个本体 是你修行最终要见的 他俩并不冲突 并不矛盾 《金刚经》里面讲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应就是应该这样做 须仆提来问佛 妄念太多了怎么空啊 他问的是方法 那么佛告诉他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有个应字 纠摩罗识法是翻译的也好 如果讲本体 那应字应该换成本字 告诉你本无所住而生其心 集一切相离一切法 自性本空 自性本来是空的 不用你去空它 我们求修养心性之学 自己有一个很空的境界 你知道那个空的境界 是不是一念呢 你觉得现在很好 很坦然 很清静 你早就在意念上了 这也是心理造成的现状 有一个境界那就是相 当然境界也是它变的 但是要集用集空 集一切相离一切法 一切现象你都可以使用它 这叫集一切相 这叫集一切相 你毕竟现在你看到了这个相 你在这个相中你可以集这个相 用完这个相就要空掉它 这才能离一切法 集用集空 所以你修行人一样生活 修行人一样可以面对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境界 有人说修行人能不能用钱呢 当然能用钱 用钱可以做更大的事业 可以做这个传播佛法 传播正法的事业 但用之前和用之后你都空掉它 集用集空 所以我们再三赞叹宗敬录这一句话 根本性离必竟寂灭 把我们把这个点找清楚了 有名言寿禅师把为时般若苦 谈空说有 两方面佛法最高的道体宗旨 用根本性离四个字点出来 毕竟寂灭 不是你去寂灭 自性本来就寂灭 如果你把毕竟寂灭当成方法来用 打坐的时候拼命要把自己的念头给寂灭了 那你是吃饱了饭没事做 这个自性本体它根本性离 毕竟寂灭 不是你空得了的 盘腿也空 不盘腿它也是空的 这个道理弄清楚了才能谈学佛 我们往下看 绝生辰之书 既无在世之人 亦无灭度之者 二即平等 一道清虚 实质俱空 明体贤迹 迥无所有 唯一真心 达之明见道之人 媚之好生死之时 这一节呢 统统跟我们讲完了 重点就在刚才讲的那八个字 根本性离 毕竟寂灭 下面都在形容这个本体 这个本体怎么样啊 绝生辰之义 无所谓什么升华呀 堕落呀 修道 这个悟道 讲叫超生 没悟道呢 就讲堕落 其实呢 自性上没有差别 根本不存在什么上升或者堕落 宇宙间的现象 生命有六道轮回 上面的三善道 那叫天道 阿修罗道和人道 下面呢 有三图恶道 叫畜生地狱恶鬼 那好比说下地狱了 下地狱了 你的本性到哪儿去了呢 下地狱的人就没有本性了吗 那本性带到哪儿去了呢 下地狱的人本性带地狱里面去了 在地狱里受苦的也是那个本性 上升堕落 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现象 但自性还是那样 本性自体还是圆满的 他没有离开你 所以如果地狱里的人突然悟到了 一样可以成佛 佛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这个一切当然也包括地狱了 《涅槃经》里面就讲到了 一切什么外道啊 内道啊 天堂啊 地狱啊 毫无分别 每个众生最后都要成佛 只不过看是什么时间长短的问题 有的人一下子就成功了 有的人得三大阿僧奇节慢慢地修 关于这个问题 中国文化有一个有趣的典故 叫《生功说法丸实点头》 生功就是道生法师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佛学就研究得很好了 当时《涅槃经》只翻译了六卷 开头上讲 一颤题人不能成佛 什么是一颤题呢 一颤题指的就是最大恶极的人 没有一点点善心善念的人 一颤题坏到了极点了 佛说这样的人不会成佛 只有善心人能成佛 那南北朝的时候 中国文化在长江以北 中原地带 南方谈不上叫有文化 所以北方的人都跟南方人叫南蛮子 说南方野蛮人没有文化 结果年轻的道生法师提出一个论点 他说一颤题人皆得成佛 最大恶极的人最后也能成佛 这个论点一提出来可不得了 当时有道的老和尚 有道的高僧 那有多少人呢 揪摩罗时的义经院 有两三千人都是一流学者 集体创作出来的 这个年轻人二十多岁 居然提出来什么一颤题人也能成佛 赶出去 那把他们给赶出去 佛经上讲犯戒了 有一个名词叫 丙 什么叫丙啊 丙 不准他留在佛教内部了 不准他留在这个文化中心了 所以道生法师只好跑到了南方 江苏的虎丘山去了 那个时候南方文化落后嘛 升宫等于被赶出国了 他被赶出来了 从这个一流的学府 一流的文化中心 佛教团体被赶出来了 但他自己越研究 越觉得有道理 他就认为自己这个论点 他越研究 越认为是对的 最后没办法了 南方和尚嘛 看他从北方被赶出来的 是外道之鉴 也没人听他讲法 你一个和尚 是吧 你被赶出来了 没人瞧得起你 没人瞧得上你 所以道生和尚啊 在南方也很可怜 怎么办呢 他把石头啊 摆成了一排 对着石头讲经说法 没人听他讲课 那他给谁讲呢 他说我给石头讲 摆了一排石头 让石头排排坐 告诉你们坐好 我给你们讲 讲到了最后 给这些石头们讲 说一颤提人 最后也能成佛 然后问石头 你们说对不对 我讲的对不对 一颤提人也能成佛 石头都点头了 所以这个典故叫 生公说法 完石点头 道生和尚 当时被认为是 大逆不道思想错误 他被赶出北方的时候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若我所说 反于经义 请于献身 即表立即 若于石像 不相违背者 愿何受之时 据师子做 什么意思呢 他说呀 如果是我讲错了 我讲的一颤提 也能成佛 跟佛陀所说的 不一致 可以让我得重病 我自愿 如果我讲的和真相 不相违背 在我最后 我走的时候 我要坐 狮子坐上 离开 圆寂 后来呢 他去了庐山 大涅槃经啊 翻译了全本 那大涅槃经翻译完了 果然 佛陀讲的 跟他说的一样 大家都非常佩服 他讲这个的时候 涅槃经 才翻译到第六卷 没翻译完 他就提出了这个论点 等到他后来到了庐山了 涅槃经 整本都翻译出来了 发现 与他讲的是一致的 大家都很敬服他 他也接受了 大家的齐倾 升座说法 果然做了狮子座 最后呢 像他自己的誓言 端座正容 好像入座一样 坐在狮子座上 入了圆寂 所以咱们说 自信在任何地方都存在 下地狱了 你的自信也还在 只不过你这个自信 像被乌云给障碍住了 一散开 大恶人 把一点曙光露出来 善心只要一发现 他也能成功 所以这里面 这几句话说 绝生辰之意 你是上升了 还是下沉了 自信本体 没有差异的 无妇托之书 学佛咱们就是 要学解脱 修道就要修一个逍遥 但是咱们注意 你一学了佛 既不逍遥 也不解脱 一切还给自己 束缚的要命 这个很苦 本来嘛 人世间烦恼 就有层层的束缚 把咱们捆绑起来 那学佛修到了以后 又给自己夹了两条绳子 把自己绑得更厉害 那到底是智慧呢 还是笨蛋呢 永明言寿 禅师告诉我们 无妇托之书 什么意思呀 他说你解脱个什么呢 你没什么可解脱的 本来也没人绑你呀 禅宗三祖 僧灿大师 在见二祖之前 浑身是病 痛苦得很 根据佛法来说呀 病是怎么来的呢 病是因为造了恶业而来的 造了恶业才得病 业又是怎么来的呢 由心造的 当然不是现在的心 我们生下来没有造过业 刚出生的小孩没造业 但有的小孩生下来就有病 这个病怎么带来的呢 所以这个心还包括过去心 三祖呢 求自己的师父为他解脱 二祖就说呀 你把业找出来 我给你解脱 找了半天没有 那好嘛 谁绑了你呀 本来没人绑你 故事大概如此 所以说绑和解脱 都是自己造成的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既无在世之人 亦无灭度之者 拿本体来说 我们这些在世的人 根本不存在 只是偶然的暂时的 在几十年一下过去了 本来没有 你看看 人类的历史 自从有人类一直到现在 不知道过了多少人 大家都上台唱一唱戏 唱完了下台 没有了不见了 本来没有一个在世的人 在世的人都是傀儡 后面有个东西牵着玩 玩几十年 没有了 那么成了佛就灭度了吗 也没有什么灭度的人 也没有说哪个涅槃去了 愣且经告诉你说 无有佛涅槃 亦无涅槃佛 自性本来在涅槃中 毕竟寂灭 涅槃就在自己眼前 涅槃就在自己身心上 你没找到而已 找到以后 无所谓在世之人 也无所谓什么涅槃者 所以二纪平等 过去未来都是空 一切相对的 都是毕竟没有 是现象 本体不是没有 为什么维时学讲 叫转时成智 其他宗派讲 去掉妄念才能成道呢 妄和真没有差别 实质俱空 真妄无二 那是一个东西 明体贤迹 迥无所有 明代表象 一切的观念和妄想 体代表本体 本来清净 本无所有 本空的 是他来空你 不是你去空他 唯一真心 达之明见道之人 媚之好生死之时 误了道 见道了这个 假设给他起个名 叫真心 正道了这个境界的 就叫见道之人 不明白这个 那就在生死轮回中打转 自己把自己捆起来玩 大家注意这一篇续文 先是提出了三成五性 那么我们讲啊 你在灯前点一只香 不是为了信佛 城城静静的 灯太亮了 味道不好 不如点一只蜡烛 若饮若现 两腿一翘 泡一杯茶 然后高声朗诵一攀 你不念一个盘 盘都来念你 非常清净 这里讨论说 人的修道根气 有三成五性不一样 他先把根本提出来 本来没什么不同 本体是一个 比如说吧 天空是一个天空 为什么这边下雨 那边天晴呢 这里是高山 那边是平地呢 天空都是一个 为什么来的呢 本体是一个 有的人聪明 有的人有智慧 有的人就鱼吃 在家出家 拼命学佛求道 到底求个什么呢 这一段呢 就有说明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段 富有邪根外种 小智全机 不了生死之病源 枉知人我之剑本 唯欲燕轩赤动 破相西沉 虽云未尽明空 不知埋针拒绝 他说有些人讲修道 看起来是在修道 站在另一个大成根器 真正道体的立场来看 这些人不是真修道人 他们其实叫什么呀 邪根外种 这是名词 外种 外道内道之分 那外道也是道啊 道就是路 本来一条直路 他非要转来转去 转不通嘛 把这个山洞炸开 最后也到了 这叫外道 内道的人直接悟到好不好呢 也有不好的地方 坐飞机一下到达目的地 一路上很多东西你没看见 那些走岔路来的呢 有坏处 也很辛苦 走了很多冤枉路 但他比直接来的人高明 冤枉路旁边的风景 他都知道 你还 你却不知道 所以讲外道啊 讲内道 是一个假定的名称 不过这里说 有些人呢 叫邪根外道 走错了路 小智拳击 智慧太浅 拳击 本体呢 是大击大用 小智的脑子呢 灵光少一点 不了生死之病源 不知道生命 生死 这个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开关在哪儿没找到 也不晓得 忍我这个东西 忍我不一定 你跟我相对 你是人 我不是人 也不是说 站在你的立场 你变成我 我变成你 这是相对的话 实际上也可以说 绝对 我就是我 我是个人 人就是我 我就是人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因为咱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烦恼都是自找的 都是人找来的 人到了最后 只有我第一啊 这些个人 不晓得忍我 我们这个人 这个东西是什么根呢 根在哪儿呢 剑道 一个观念 就是这一念 剑地之剑 一念就有人找出来 所以有的人不懂本体的道理 却想修道 那叫原木求鱼 有的人说 哎呦不行 这里太烦了 我在家里面生活 我不喜欢 我赶快出家 我要到山里边 到庙里边 我去打坐 去念经 认为这才是修道 所以叫燕轩吃动 燕轩 就是怕吵闹 在家里面生活 嫌妈妈吵 嫌爸爸吵 嫌老公吵 嫌老婆吵 燕轩 想要跑到庙里 想要跑到山里啊 认为这个是打坐 认为这个是修道 吃动 骂人 一天到晚乱跑 修什么道啊 认为修道的人 就应该坐在那 讲好听点 那叫如如不动 实际上是变成 一个死东西 就像我们说骂人 你看你那个死样子 好像那个死样子 才是修道 什么都不懂 才是修道 破相吸尘 把一切外相离开 分析尘世间的事 一概要不得 这里面就说 有这些个外道的人 走入邪道的人 一些小智慧的人 脑子不灵光的人 就会这么干 燕轩赤动 破相吸尘 很喜欢 讨厌别人吵 别人动 他就骂人家 他就喜欢静的 好像坐在那 什么都不干 那这个就是修道了 破相吸尘 把外相离开 告诉你 陈世间的事都不好 什么都要不得 一味的贪图 打坐清静 认为那个才是道 明空 这个空呢 是脑子什么都不想 认为这个是道 不这样做 就不是道了 不知 埋真 拒绝 把这个真如本性 给埋掉了 埋上了 把活泼泼的本性 埋到了死东西里面 埋到清静里去 他不晓得 那个动的 也是本性动 把活动的本性 埋到了死东西里面 而且讨厌妄念 我这么做 怎么还什么都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去死去 本来自性都知道的 都不拙嘛 一切不拙 所以大成三法印 他讲一个什么呀 讲一切无拙无性 一切本空 勿来则用 过去不留 自性本来是本觉灵明的 那搞错的人呢 是未尽明空 埋真拒绝 认为清静才是道 只要你妨碍我一点 太太也好 父亲也好 儿子也好 你走开 我修道 我要清静 那这其实完全走入邪路了 这是偏差的观念 再看下一段 如不变眼中之赤声 淡灭灯上之崇光 往穷时内之幻身 空必日中之幻影 这一段重点在告诉我们 动静二相都是它变的 道体的本体既不在动向上 也不在静向上 认为静就是道 它犯了什么大错误呢 好比说一个人眼睛有毛病 看一个灯光变成两个光圈 那就是眼睛不正常 并不是真的有两个光圈 要想让这个光 两个光圈消失 只要把眼睛本来的毛病 治好了就可以了 然而一般人搞错了 只想把眼前看到的东西灭掉 这里的问题就很大 总而言之 修各种宗派 做功夫的人 他有可能经常在打坐的时候 看到各种影像 你说我眼睛闭着呀 我没拿肉眼看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实际上啊 眼睛张开是白天在看 我们能够看的习惯 闭着眼睛睡觉也在看呢 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在做梦 做梦的时候你眼睛闭着 没张开 但也能看到东西 虽然你看到的是假象 那也是在看 所以打坐的时候你说看到东西了 闭着眼睛看到了 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其实啊 那是心理上的病态 有的时候也是生理上产生的病态 比如说吧 身体上有虚火有发炎 就会看到红光 肝有毛病 肾有毛病 胃部消化不良 就看到黑色的东西 火太大了 心里太紧张了 看到红光啊 紫光啊 看到白光 就是废气不足引起的 这些呢 与五脏六腑的生理变化有关 都是幻想 那不是真的 但是有的人他不懂 他一旦看到什么 就把这个当作是道 抓得很厉害 你们应该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学佛人 到处跟人讲 我做梦 梦到看到佛了 梦到菩萨了 我打坐 感受到有佛来摸我脑袋了 打坐的时候 观音都过来给我加持了 跟我说话了 你们肯定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你告诉他是幻象吗 他不信 只好对他笑一笑 没话讲 为什么呢 他非得把并眼当成了真眼 往穷时内之幻身 空必日中之虚影 同样的道理 以佛学的本体来看 我们身体也是假的 咱们的身体这是个幻有之身 是唯心唯实所变 由于不研究 不透彻地了解 此身即换的道理 所以站在太阳底下照 有个影子 有个我 庄子讲过一个故事 人在太阳下一照 有个影子 影子外面呢 还有一个模糊的光圈 庄子跟咱们这个人影 外面这一圈光圈给他起个名字 叫王良 有一天呢 王良对影子说 你这个人真是荒唐 等一下要坐 一下又站起来走 你怎么这么不定呢 影子说呀 老兄啊 谈何容易呀 你认为我是一会儿坐一会儿动 其实我后面还有个老板 这个老板要我动 我就只能动啊 这个故事讲得很好 但是庄子只说了一半 老板后面还有个大老板 等于保险公司后面 还有个再保公司 一般人不晓得 时内的换身 只想避开太阳下的混影 打坐的时候 就怕妄念空不掉 妄念 只不过是实心的幻景之一 妄念不可怕 妄念从哪来呢 你要找到起妄念的这个机关 其实去掉妄念很容易 那只不过是日中之幻影而已 一般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专求打坐求清静 跑到山里面住茅棚 住山洞 让他做一点事 他说累死了 要修苦行 要修菩萨道 什么是菩萨道啊 真正的菩萨道 就在这个红尘世间 世间每一个人都很忙碌 都很辛苦 为别人的 为众生的 这就叫菩萨道 为自己的呢 为自己的呢 叫萨菩道 不要以为清静就是道 不要见解错了 清静那是享福啊 那不是菩萨道 你跑到山里面去躲清静 清静是在享福 真正的菩萨道是很辛苦的 辛苦到什么样啊 辛苦到就像我这样 咳嗽还得给你们讲 是吧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